来大家看,这里是索尼电脑 咱们平常 平常电脑做系统 都是按 平常电脑做系统 有的电脑 是按 大家看 是按 ESC键 开机键 先按开机键 按着ESC键 不动,进入 进入 启动模式 然后选择 选择U盘启动 但是索尼电脑不行 索尼电脑 是不支持 从U盘进行装系统的 从U盘启动装系统的 而F2 这个键也是开机之后 按着F2 它是进入BIOS BIOS的 但是这个BIOS 也不能用 BIOS也不能设置 从U盘进行 从U盘进入 装系统这个模式 必须按开机 必须按F8 大家看 必须按F8 进入安全模式 它才可以进行装系统 并且装系统 并且装系统的话 它不支持 不支持U盘 它只支持这种光盘模式 只支持光盘 你还必须 必须买这个光驱 必须买个光驱 带这个USB 这个外接的光驱 大家看 我给大家操作一下 先按开机键 现在开机键 如果按住这个键的话 按住ESC键的话 它是不行的 大家看 它会出现这个 这个 这个屏幕 这个屏幕就不行 它就没办法 它这个 它是 不支持USB引导 大家看USB 这其实都没有用 我试过很多遍 它都没有用 这完全是报废的 这完全是报废的 没用的 但是按F2 按F2也不行 按F2 按F2大家看 哇 你这按F2 需要输入密码 密码是123 大家看 需要输入密码 我设的密码是 123456 123456 123456 这个是 这个就是BIOS的密码 可以是自己设计的 然后再点这个ENTR键 再点一下 大家看就这个进去 这个就是BIOS界面 下面显示时间 15点 显示时间年月日 年月日 内存呢 大家看 这个 这个就是我的硬盘 硬盘是80G 而我的内存 运行内存是1024兆 硬盘是80G 时间是2020年7月10号 7月10号 还有下午15点25分 大家看这些设计 大家看还有这个设计 这些都没有用 这些都没有用 还有这个BOT 大家看BOT这里面是选择 第一启动向是 第一只看第一 这第一启动向是USB 还是INT INTER的DVD 这是从DVD为启动 而第二项USB 是通过U盘启动 第三项是 第六项的U盘 大家看这一项 这个就 这个就是第六项 大家看 这第六项就是从硬盘启动 这个第六项是从硬盘启动 而这第一项后面是看这一句 只看最后一句 DVD就是从光驱 大家看 这就是从光驱启动 它这个索尼电脑只支持 从光驱启动 它只支持 只有这种模式 而第二种模式 USB 这个是完全不支持的 还有第四种 第五种 这个也完全不支持 但是它支持 第六种 第六种就是从硬盘启动 INTERLINE 这个就是硬盘 第六项就是硬盘 第一项就是DVD 然后点进这个 也提 这个是退出吧 这个也是退出 但是这个设计密码是从这里设的 我记得这个设密门 就这个 大家看 从左往右第三项 SE CURITY 这个是设密门的 然后第一 第一项 第二项 主要就是第一项第二项都是密码 大家看 我选 我按 我按这个ENTR进去 它就是让选择密码的 设置密码的 而这第二个 第二个也是设置密码的 进去也是设置密码的 大家看 这个都是设置密码 我设的密码就是123456 它密码大家看 带这个带PASSWORD 这个就密码的意思 这个也是确认密码 这个第一次重复在确认密码 好 这个点退出 点这个退出 大家看 我按这个键 就退出了 点YES 退出 好 我按F8 大家看 我按F8 按F8进入安全模式 按F8键 像它 它只支持从光驱启动 按F8键 按F8键 一直不动 不要按F2 也不要按ESC 这两个都无效 如果装系统的话 重新装系统的话 它只支持从光驱启动 光驱的话 只能进入安全模式 只能进入安全模式 进入安全模式 要从光驱开始锁系统 按F8键 稍等一下 这个是正在启动 正在启动Windows 大家看 大家看这个就光驱 这个就是U盘 装那个不是U盘 这个光盘 这个做系统的光盘 大家看 这个光盘 插进去 放里面就可以了 这个光盘 然后我必须选择重新启动 大家看 我点那个 点那个 点那个 我点那个 点那个关机就可以 关机 然后再开机 大家看开机 按一下电 然后按F8键 按F8键不动 它S chain 这个锁简单 只有F8键是进入这个 是进入这个安全模式 是F8键 稍等一下 按F8键一直不要动 它就进入安全门式了 大家看高级启动选项 大家看必须定到这一页 你才算成功了 高级启动选项 选择一下内容的高级启动 Windows T 第一个就是安全模式 第二个是网络安全模式 第三个是带命令提示弗达安全模式 当然这些都没有用 只有第一个有用 大家看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 这些还有最近一次的正确配置 这个也没有用 目录系统还原什么 进入进入签名正常启动 这个也有用吧 当然用的最多的还是第一项 大家看用的最多的就是安全模式 选择第一个只选择第一个 第二个第三个都没有用 然后点ENT压点 大家看高级启动选项 选择第一个安全模式 然后点再点ENT压点确定 好进入了 大家看正在加载 正在加载 要稍等一下 正在加载Windows键 这些什么文件 必须选择第一项 安全启动模式 下面的第二项第三项 其实都没用 大家看这就是索尼电脑 索尼品牌的 这个索尼品牌的安全模式 大家看 大家看马上进入了 就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就是安全模式 然后选择把这个窗框关掉 先把这个窗框关掉 大家看右上边 右上边写的都是安全模式 安全模式 特别多事 然后一次选择计算机 选进入计算机 大家看 进入计算机 然后选择 选择可移动存储设备 选择可移动存储设备 大家看 大家看 这可能接触不良 需要拔一下再插一下 它才能显示出来 好 大家看 正在安装设备的驱动程序 大家看 是我们IT式的 设备驱动程序 这开始转 大家看 这开始启动了 大家看 出现这个了 出现这个 零字节 可用 但是上面写了 共3.61GB 只选这个 选这个 大家看 这个就是系统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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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 点进去 然后点进去选择这个 选择这个 AU AUTORUN AUTORUN 这个 这个 然后大家先进去检查一下这个文件件 GHO文件件 GHO文件件非常重要 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需要 这个就是用 用这个光盘做系统 这个两个操作系统 大家一般 一般选择第一个 Windows T32 GHO 这里面 必须有这两个文件 GHO文件件 大家看 GHO文件件非常重要 然后 然后就选择这个 然后就选择AU这个 开始安装了 然后出现这个页面 大家看 非常多 但是都没啥用吧 大家 系统维护工具非常多 但是只选择这第一个 只选择第一个 安装系统 安装Windows 就得到C盘 算第一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是选 大家看 这个 出现这个页面 必须选择第一个 还原系统 还原系统 不能选择备份系统 这个备份 这个不能点 不能点备份系统 必须点还原系统 点还原系统 点第一个 还原系统 还原之后 然后在下面 镜像文件路径 GHOST GHOST 镜像文件路径 然后选择下拉按钮 选择下拉按钮 选择第二个 大家看 下拉按钮 选择第二个 Windows T32 选这个 大家看 然后这一步选择C盘 然后可用空间 分区 选择C 碎列是1比1 卷标上面写的是系统 格式是NTFS 选择第一个 选择第一个 大家记住选第一个 必须选还原系统 然后选择Windows T32 然后点确定 然后点确定 大家看 它该提示这个 提示程序 将还原 分区什么到 是否继续 点试 大家点试 大家看 它正在 从什么 到什么复制文件 正发现一样 复制完 它就开始自动点取消了 好 现在基本上就成功了 点取消 大家看 这就是用 用光区 用光区装 装索尼电脑 索尼电脑用 用那个光盘 装系统的 全部教程 当然 这里面 还有个非常重要的 重要的环节 就是 这个 大家看 这个D盘 大家前提就是 D盘必须大于5G 大家看到这个 在办公 这个上面 办公E E盘 上面有三个盘 C D E 这个E盘 必须有5G 可用空间 必须有5G 可用 你如果空间 用完的话 它这个用光盘 做系统的话 它是没办法做的 它必须大于5G 必须大于5G 快用 大家看 必须大于5G 大家必须大于5G 必须5G可用 大家看 5G可用 低于5G的话 它是没办法做系统的 好 这个 今天这个教程就到这里 这边讲的就是索尼电脑 用光区 做这个系统 索尼电脑 大家看 我这个系列是索尼 索尼 VAIO VAIO中文系列 VAIO 这个 这个系列 大家看 VAIOCR系列 这个 VAIOCR系列 也就是说 这个索尼电脑 它不支持 不支持这个USB系统 不支持USB系统 不管是按ESC键 不管是按这个ESC键 还是按F2键 它都无法 都无法动用那个USB系统 它只支持按F8 大家记住 只支持按F8 只 带这个 安全模式 只 它只 只认安全模式下的 这个光区安装 光区安装 行 今天的教程就到这里